今天是2023年10月14日星期六周末 今天天氣非常好 早前經常打風落雨去不到行山 今天我們趁著天理好 來到全錦公路起步 在麥美號徑第九段開始 我們今天走四個山 第一個是落雨朝天去到山頂 之後經過蓮花山段 上蓮花山的山頂打卡 然後我們由蓮花山廢校後 上了石龍拱的山頂 這是第三個山 最後經過完全古道 我們就上了夏花山頂 才到荃威花園 完整了今天的旅程 一起享用午餐 今天早上八點半左右 來到荃灣西鐵站的D出口 沿著D出口行扶手田地上 就是今天我們集合的地點 好啦 今天就在這個位置等大家的 今天約了是8點45分集合的 今天一行應該是15眾的 連我本人 今天是2023年的10月14日星期六 今天就非常之好天 早前個個禮拜六都打風 今天可以走到好天了 來到這個全錦公路 麥美號徑第九段的入口 在這裡開始起步 第一個站頭打算去這個鱷魚朝天的 今天陣容總共15位人士 現在所有人都向前面進發了 我一個在後面大墮後的 好啦 今天陣容鼎盛 阿Fred和Amy 一馬當先 那我一定是押後的了 後面還有一位猛將 這位就是Nelson 這個是行山高手來的 今天就陪下我們走的 今天走的段路呢 初段這裡就非常容易走的 石屎斜路 微微向上 作為一個熱身都幾好的 那今天的天氣是非常之良好的 藍天幾乎沒有暈 溫度又非常之適中 又不會熱 好啦 沒多久走到這個 全錦營地的位置 那今天早上周末呢 真的很多人踩單車 一直沿途都有 繼續上斜路 好啦 上到這個位置呢 右手邊叫做全錦自然教學徑 那裏是一個大草坯 在另一大位置可以穿出來的 這條就是大浪臨道的全錦段 好啦 上完一段斜路開始落斜 好啦 下了一段斜路 那裡是蓮花山 蓮花山 有沒有上過頂啊 那次我沒有了直去 三個坊 标告处先踏一张卡 今天是非常好天的 所以看到了荃湾的景色 平时如果是大霧未必看到的 这里可以打卡 大家在这里欣赏一下风景 这里看到了荃湾一带 今天的风景很漂亮 烟霞就大一点 不过这里可以看到了飞鹅山 狮子山 笔甲山 下面传回脚下 还有昂旋洲大桥 香港岛 现在这里拍完照 继续前进一条 斜路上去 现在这里走到的 麦里奥径是159的标几柱 去到160就差不多到分界点了 经过这个路口 有一条路落到下面 去到河背水塘 我们继续上去 来到160的标几柱 走前一点有个分叉路 现在来到这个分叉路口 左手边就是莲花山段 暂时在右边走到前面 大概200米左右 这个地方的位置 有一个位置可以去这个 岳鱼潮天那里观下景 厉害 阿胜哥现在好行啊 好行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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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天天好啊 大家一路享受啊 这里见到前面有个红色 放上着慢洗的 它旁边有一条暗路 这里就是上去岳鱼潮天的位置 嗯 那我们是不是去暗路啊 我们现在去暗路啊 这里啊 山火寥望台啊 好在这里开始上了 就在这里这样去啊 对了对的了 好了 今天完右手边 泥路开始 哇小心点 走了这么久 石屎路 总算有泥沙路走下了 山路来的 是啊 趁热上山路了 上好少的 几十米而已 哇 这里就是所谓叫做岳鱼潮天 这里比较原始的山径 趣味性点 这里的分叉路左右都可以的 先由右边上 稍后我们可以在左边下来都可以的 好了 那北京北国上来这个山火寥望台 但是这个都不是最高点来的 最高点在上面 上面有栋坯的 好了来到这个岳鱼潮天的山顶了 有一块小小的草坯 这边望过去呢 就看到大嶼山那边了 很清楚啊 深井啊 这边望过去呢就是元朗啊 天水围一带啊 远处的就是深圳啊 深圳湾大桥 三百六十度的景观之后呢 背后这个向 这一边呢就是大嶼山了 好清楚啊 今天天气这么漂亮 好了 下面就是锦田八乡一带了 大平原啊 看到前面这个山就是鸡弓岭 过来这边这个就是大都人啊 跟着是观音山 背后的大嶼山 那我们现在下来呢就看到下面就是河背水堂了 河背水堂又可能是水岳鱼潮天的一部分啊 远方那条就是岳鱼尾 这个是岳鱼头 那我们全部都是老衬来的啊 你站在那里面 哈哈哈哈 好 下山了下山了 下山了下山了 好 继续加油努力啊 好啦 今天由这个岳鱼潮天呢 沿着刚才上来的 路跟着下山 出去看看这条石屎公路 这条公路 那就向左手边去了 转回去莲花山段那边 好进入第二个山 好进入三个山 新增也在卖 新增也在卖 有很多自印 还有共云独吉 是啊 有些汗是出汗好一点嘛 但是呢有凉 是啊 如果不是那些失货那些 起赤好赤 起赤好赤 不要这么叫我啊 大哥你叫Desmond就行了 我看不敢当啊 继续 继续啊继续啊 这一个大浪临到的莲花山段 开始上少少斜路了 向莲花山方向 那个行家 哎呀我见到你了 在视频见到两个主角 老老收钱了 两个主角 是吗 是呀 认到你了吗 你是不是那个 什么啊 哥 哎呀 这样也见到你 是呀是呀 来到这个位置呢 右手边啊 是 那就是上去这个莲花山的山顶的 哦哦 有房子在这里 是呀 第二个山了 是呀 第二个山了 上啊 那这个位置呢 就是上莲花山的山顶的了 继续上山 路口上来呢 没有几多步呢 就会经到一间屋子的了 那我们继继继续上了 那我们在莲花山顶打完卡 下来这条斜路 都斜斜的 都有成40度的 我认为45度的位置 那继续向下面下了 就向这个莲花山肺孝那边出发了 其实我们是去柴湾角的 街座那边 一条老哥 各位行友 我们作为同志斌 可不可以加快一点点脚步啊 你们个个都可以的嘛 好似慢了点啊 澳洲那个 要快一点点啊 因为要不然时间就会被逼一点嘛 塔斯曼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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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啦是啦 因为有些他们希望可以有点可能下文那样啊 哦 那我希望大家都一起到达嘛 来来来来 看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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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现在去莲花山肺孝之前呢 都是黎沙路啊 正在有人比赛中了 山头霸王啊 好了 到达这个莲花肺村 以前那间肺孝 学校的地方了 这里有个摄滑梯啊 以前那些小朋友在读书的时候玩的 可以一场来到就玩一下啦 后面有个废村废校 废长真是 进去啊 是啊 好 进来我们参观一下这里的 公立 学校 学校 以前在这里有一条村的嘛 这里有一间肺孝嘛 啊 你看 这个就是公立学校啊 是啊 叫做什么 莲花山公立学校啊 以前真是学校来的 那这里呢 这个是课室来的 那现在当然就荒废了好久很久了 这个课室 其中一个课室 这个可能是校园室都不定啊 后面还有呢 是这儿去了对了 对了 没错 上了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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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们全部人都上了上了 那我在这儿慢慢吃着的面包慢慢上了 好了这个就是石龙拱的标高柱 最高位置 400 是不是470多米啊 473 473啊 现在下山位置呢 已经有闪闪了 比以前来算好像容易很多啊 下面很远就看到一般人休息的那个亭 那在这儿看到青马商桥啊 那比较是烟霞大一点 不过都看到了香港岛啊 青衣岛啊 全湾市区一带的景色 那脚下有我们的行友 那这儿下山呢 就比刚才上山那儿难很多了 因为浮沙碎石很滑脚啊 那这儿下山呢 千万不要心急 那些 伸着扇脚啊 很多那些一粒粒的 那这儿下山呢 浮沙碎石的几斜的 不过现在弄了繩子就差很远了 这儿看上去呢 就是石龙拱的山顶了 石龙拱啊 石龙拱了 现在大家大力量 现在继续向下花山方向进发 石龙拱了 好一起一起 继续继继续 下花山 各位行友 我们现在向下花山进发了 起程 这个不用照相吗 不用照相 上到下花山顶才拍吧 现在穿过这个亭的后面 就有上山的路了 这个就是下花山 我记得好像是315米高 过完这个山就完了 我们这里落会崎嶇一点 就在沿路下 好 继续上去 继续上去就来到山顶了 前面这里是石龙拱 刚才在那里下来的 这个石龙拱山顶 好了 上到来了 这里就是夏花山的山顶了 好了 大家在这里打完卡 大合照之后下山了 我们不走崎嶇的路下 走完路下到艇里 好走点 下到艇里头中在夏花山 看到现在完全猜到路都很斜 好了 出回来的艇里 转左 现在不止了 这条路都很斜 好了 大家差不多下这个大楼梯级 就下回来了 就在这个隐水道接近 好 下回来的这个隐水道了 这个大楼梯级的隐水道 好 大家在下来的 好 大家在下来的 隐水道 是隐水道 不然接我大楼梯约 好了 今天路程全部走完 总共走了大概十公里 樓下不多 走了三个小时四十四分钟 完成了今天脚瓶走了四个山 第一个就是这个鱷鱼潮天顶 接着去到玄花山山顶 然后就来到这个石龙拱山顶 最后去到这个夏花山山顶 就完了今天的旅程了 大家准备吃午饭了 这一条小时 这一条小时 要在哪儿 之后 在这篇鱼潮天顶 或者是这样的 我们去做 我们去做这个这个 好 已经切了 满 我们去做 cares 是的 我们都要不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